再次回到台湾好久不见 先拍几个照片 来来来 由四爷吴奇隆担任制作人的 魔幻古装大戏鼠山战绩 搭配手机游戏在台湾正式开播 13日举办记者会 吴奇隆现场帅气耍大刀 他透露为了这部戏凡事亲力亲为 连挑演员选角也自己来 与四爷是多年好友的主持人黄子娇 趁机推荐女友孟更如笑翻全场 最近我身边有个人员 你可以帮个忙 我知道 我公开讲你会比较跑不掉 大家可以作证 我已经把资料都转出去了 他的18年交情 这个不用什么时候用呢 是不是 在记者会现场 也有许多死忠奇迷到场支持 还送上礼物 盼吴奇隆早生归子 不过鼠山战绩第二部 接下来将在纽西兰开拍 吴奇隆行程满党 和老婆留失事的造人计划 恐怕今年内无法实现 而好友霍建华 江汉临心如完婚 吴奇隆也对此三间其口 不愿多谈 其实我一直都蛮喜欢小朋友的 小朋友啊小动物 我都喜欢 只是说现在 你们也看得到 我现在的工作状况 那至少在今年内 今年还有很多的工作 是没有完成的 所以明年再说吧 明年大家碰到的时候 你们再问 那有没有 明年报多少了吗 要不要透露一下 我为什么要透露告诉你 我怎么能告诉你 所以他们会跟你取经吗 说要怎么准备什么 昆轩 其实 江汉临心如都是挺低调的人 而且他们其实对自己的事情 应该对我很好难看 他只跟我说 你就开开心心地来 这地方就休息 来玩几天 就这样 你还在看得起了 哦 从啊